新年一时,美风农历新年前期从美复华过春节的华人不在少数 但受疫情影响,美中航班大大减少 中部地区仅有底特律有直飞中国的航班 芝加哥美亚健康协会和亚裔健康平权联盟 周四晚间邀请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乔务组组长张军鹏介绍 最新复华检测政策以及美国药学博士分享Omicron变种的相关问题 这个新政策最主要的调整有两个 一个就是行前七天增加一次核酸检测 还有就是要进行自我健康监测 第二个就是根据接种不同疫苗的情况 调整了行前48小时的检测的项目 行前七天加测核酸检测还有健康监测 是对所有的复华人员的要求 不管是你打没打疫苗打了哪种疫苗 还是说你是病育人员还是登陆船员 或者是从第三国来美国中转的人员 都是要加测这个行前七天的核酸检测 然后行前48小时的一个检测呢 根据接种不同疫苗的这个情况 主要是分为两种不同的这个检测项目 第一个呢就是只接种了灭活疫苗 或者是混合接种了灭活非灭活疫苗 这些乘客呢需要进行 两次核酸检测 第二种呢就是只接种了非灭活疫苗 或者是没有接种疫苗 或者是没有完全接种疫苗的 需要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一次IgM抗体S蛋白和N蛋白检测 因为我们这个新政策呢 是将于1月13号开始实行 所以对这个从底特律啊 乘这个DL283航班的乘客来说呢 第一班要实行新政策的航班 是1月17号周一的这个航班 我来看看 这个 Delta